近日由成立洞指导李立卓 程雪莉编剧 余震 王立可 石兆齐主演的电视剧《呼托儿女》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热播 电视剧《呼托儿女》根据程雪莉的长篇报告文学 寻找平山团改编 讲述了济西平山县的农家子弟刘正云等人 在党的领导下凝聚了平山子弟 组成八路军三五九旅平山团奔赴抗日前线 在战火的淬炼下逐渐成长为信仰坚定的 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 太行山危然雄浑 连绵横更数千里 乎驼河水 川西照 辖鸣周影 宛如画卷 在这里孕育出了无数豪杰意识 正因为先辈们的壮怀激烈 赋予了此处一种别样的风骨 燕照自古 多慷慨悲歌之事 太行山脚下 乎驼河边 一群赤诚儿女正热血集结 为了民族独立和全国解放冲向战场 今天《中国文艺报道》邀请到了 电视剧《乎驼儿女》的主演 刘继文的饰演者于震 慕容瑞雪的饰演者王立可 电视剧《乎驼儿女》的编剧 长篇报告文学 寻找平山团的作者程雪莉 导演程立栋 为我们讲述这太行山下 乎驼河边的英雄传奇故事 我在电视剧《乎驼儿女》当中 饰演的是刘继文 这是一个北大的毕业生 高材生 然后受李大钊先生的影响 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 平山建立了这个平山团 特派员刘继文同志 马上就要到我们平山了 为我们组建革命队伍 平山团建立的时候 他帮着平山团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主要是负责后勤 比如招兵 给部队里边准备好所有的战斗物资 以及政治思想辅导的工作 在刘继文领导下 然后给老乡们讲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 我们是抗日也是为了人民 也是为了地方的幸福 所以当时迅速就组建了一个平山团 同志们 咱们有了正式的名称 押出来 平山团 这个角色 刘继文和刘正云 他是输职关系 算是亲戚病 里边一场一场戏 把他对部队的无认知 到后来慢慢认识 到认知 到最后是服从 他可能是整个平山团的 所有的战士的一个小缩影 可能每个战士都是有 刘正云那时候的疑惑 通过刘继文 他们对所有的乡亲们和战士们 一点一点的 无论从思想上的 还是从身体上的 体格上的 还有练战场上的 这个厮杀本领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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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培养成了一个优秀的战士 平山灵寿一带 自古就尚武 这新兵呢 从小洗古的 一笔解释 平山团 三五九旅 警察级根据地 这里边都提到了 如果真的是喜欢历史的人 可以去看一看 平山团的原型 然后去 去那看一看 现在满门中列的 所有的一切都在那 所以这个电视剧 也是有一个鼓舞人心 这个传递这个正能量的 一个作用 我在《忽陀儿女》 这部电视剧中 饰演的角色叫慕容瑞雪 她是一个聪慧 干练的女孩 起初当她看到刘正云 那股不屈服于恶霸 为悲悯世道而落泪 就是这一幕幕 让瑞雪为之感动和震撼 也激励着她 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她从警刑师范毕业后 就直接加入了共产党 随后她就出任了 迪工部副部长 那她主要的任务 就是侦查和搜集日伪情报 在多次战争中 她提供的情报 起到了直观重要的作用 后来慕容瑞雪又出任 平山县副救会主任 号召和动员妇女们积极抗日 我有一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戏 就是日军因袭击村庄和学校 当时慕容瑞雪以及其他的同志呢 被日军追到了一个悬崖峭壁边 那瑞雪已经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当时那场戏有一句台词 是以身殉国 虽死忧生 说完这句话 慕容瑞雪以及其他的同志就集体跳崖 同志们 以身殉国 虽死忧生 我们宁可从悬崖上跳下去 也绝不能做敌人的俘虏 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 就是这种状态 特别让我震撼 就是多少让我切身体会到了 那个年代的革命女性的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 在我心里 平山团是具有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 我们要铭记和继承这种优良传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也要更加珍惜和平年代来之不易的生活 国难和杀戮唤醒了男儿的血性 在刘继文的带领和动员下 一群热血青年加入了八路军 加入了平山团 短短三个月间 三五九旅从平山县招兵一千五百多人 为了保家卫国 不少兄弟携手上战场 父子并肩作战 还有的是老师带着学生 因此也流传着妻子送郎上战场 母亲娇儿打东洋的假话 一支新团 平山团就这样诞生了 寻找平山团这本书在北京首发之后 受到全国各地专家的好评和读者的喜欢 当时就想 把这些紫敌兵的形象翻上迎评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平山团 这个纯粹的农家子弟兵团队 被聂荣珍嘉奖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他们是太行山的好儿子啊 他们传承着 颜兆自古都不慷慨 背锅之士的英雄传统 是啊 他们以钢铁般的身躯 高举铁军旗帜 飘扬在太行之天 我要为这样一支战斗在金叉戟边区的英雄部队 通令家家 孤陀儿女的电视剧中 大量的情节都来自于历史真实片段 比如白奇文大夫为伤员做手术 叶荣珍元帅用自己的马为老百姓耕地 你这么好的马 帮我们干这么粗重的活 这打不了仗了可怎么办呀 不会的 来 走 这些真实的故事 封铺了电视剧的情节 选择平山团 对于讲述忽陀儿女的抗战故事 反映太行山一带的革命精神品质 具有典型意义 平山团这支部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吕四冲在最前线 多次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抗敌报的头版 曾经刊登了聂荣珍元帅 对这支部队的嘉奖令 你们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从此 子弟兵的称呼 传遍了中华大地 我们首先选了一部 济世文学寻找平山团作为依托 让这个剧的风格是更加的朴实 更加的具有真实质感 忽陀儿女是一个写人物 写真实人物 写真实的地方 写真实的团队 真实的番号 真实的战意 这个是一个有真实力量的战争片 这部戏和之前的 我们拍摄的所有战争题材的剧 都是不一样 我们所要表达的平山团精神 勇敢顽强 不怕牺牲 百折不恼 艰苦奋斗 当面临民族威王 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的时候 这些人都能够挺身而出 呼啦啦站出一大片 大家都是踊跃参军 正因为他们这些人是 来自一个县 甚至一个村 一个镇 甚至一个家庭 一个学校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兄弟啊 父子啊 这种感情呢 也是非常牢固的 在战场上是不怕牺牲 勇敢顽强 战无不胜 这样的一个特质 一部胡托儿女啊 她呢 虽然是体量没有那么大 但是她贯穿了很多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南中北反等等的这些 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呢 也就是说整部戏里的精神与灵魂 首先一个 我们刚才讲到的 平山团的精神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军民与水 人民军队来自于人民 服务于人民 所以这个军民与水情 在这部戏中啊 是特别的深刻 真切的体会出来 路小心啊 路上慢点 拿住啊 把这拿着带一个路好吃啊 都带一个路啊 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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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去吧 我们啊 还会再回来呢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创作当中呢 也是深切地感受到了 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也好 解放军也好 这个屡战屡胜的这样一个坚强保障 所以我们所要传达的呢 也是这种军民相互支持 相互拥护 这个缺一不可的这个雨水之情 1937年 当抗日烽火燃遍华北 2300名平山子弟一夜之间奔赴疆场 英勇善战 屡见其功 电视剧《呼陀儿女》 聚焦这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的组建过程 再现了太行山下 呼陀河边的英雄群下 以接地气的表达 与观众共鸣 电视剧《呼陀儿女》即将迎来大结局 欢迎您持续关注